全家脱口笑 夜场门票三张 只要扫描二维码 关注全家脱口笑官方微信 给我们发送任意内容 就会有机会获得幸运礼物哦 记住了 全家脱口笑 好运天天到 微笑看生活快乐正能量 这里是每天在给你快乐和正能量的全家脱口笑 我是杨韵 欢迎各位 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 又看见我们节目组导演小唐 愁容满面 坐在那一个劲的叹气 哎 哎 哎 我就过去问他了 干啥小唐 你老婆又打你了 不是啊 云哥 我老婆也要买车 啊 哦 买车还是啊 我知道了 肯定又让你去帮他买了个淘宝隔屋车了 哎呀 哎呀 你老婆怎么这么样子啊 不是才过去那个损事 你不是帮他轻购我隔屋车了吗 不是隔屋车 是什么车 我都不好意思 你从 你下班 你跟我回家看看 你就知道的了 好吧 下班之后 我就跟小唐回到他家 还没进他们家门呢 就听见他们家那个房子里头就传出来那个很幼稚的音乐 是羊羊 美羊羊 飞羊羊 男羊羊 原来我是一只羊 然后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快宝 等等等等 等进了家门我就傻眼了 原来小唐他老婆 买了四个超市门口那种摇摇车 放在家里面 拍一拍子 而看见小唐他老婆 就坐在其中一个美羊羊上面 然后在那边 你说这么大的人了 他玩这些儿子的玩具 这个正常吗 其实很正常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人会这样 虽然年纪一大法了 但是呢 他同心未闧啊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明明老大不小 还要同心未闻 我的朋友海哥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父亲 特别舍得给女儿花钱 每次看见海哥提着购物袋 海哥都会很自豪地跟我们讲 给我们家女儿买完娟 只要是我女儿想要的 我肯定都买给她 前段时间我跟我老婆 到海哥家去看他们家女儿 去她家那肯定要带礼物吗 我就问海哥了 我说给宝贝女儿买点什么东西 海哥想到没想说 毛绒玩具 你买个大毛绒玩具 一定要用大的一米八几的 他最喜欢了 我就跟我老婆到商场去 买了一个大的毛绒玩具 拿到海哥家一进门 我冲他们家闺女就照说 来来来宝宝来 过来过来 杨叔叔给你买了好东西 过来看看 大毛绒玩具 你看这么够 比杨叔叔够 还喜欢 当时小姑娘脸色一搭 不喜欢 我说我不喜欢 我说这是你爸爸让我给买的 说你最喜欢 骗你的 他才喜欢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他喜欢这个东西 杨叔叔 我带你到他房间去看看 然后就拉着我进他爸房间了 我把海哥的房门一推 我吓坏了 只看海哥的床上 摆的都是毛绒玩具 而且比我手里面这个海要大呢 我当时我就很郁闷了 我说海哥 你这什么意思 海哥一脸辛苦的就回答我 说哎呀 我跟你讲 就是最近老婆不在家 然后呢 我就喜欢抱着毛绒玩具 谁 你别讲 抱毛绒玩具 比抱老婆 师父都不老 你看 而且我还换到宝 你看 今天我抱个海绵宝宝 明天我冷个哈喽 KD 都幸福啊 哎呀 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背后就是一哆嗦 我说你玩那个 那你家女儿呢 那海哥就把我带到他女儿的房间 我一看我也傻了 他爸玩毛绒玩具 他女儿玩的都是什么 变形精脏 遥控塞刺 还有电子显微镜 是呀 我跟你讲 当天晚上 我饭都没敢在他们家吃 我觉得他们这个妇女二人啊 心态都不大正常 我怕会出事 你知道吗 说完了海哥 咱们再来看一位 也特别爱玩 同样同心未敏的老板 来请看 这是我们的老板 看起来挺像模像样的 其实他很幼稚 我们公司的很多事情 都是靠游戏来决定的 来来来 过来过来 你看马上公司 要派一个人出差 出差 我可不去 我也不去 这样很简单嘛 你们俩玩石头剪刀布 谁输了谁去 石头剪刀布 我输了 这是天蚁 背上你的小包包 去出差吧 好了 你看所有事情 都是那么的简单 马上就要发年终奖了 我决定 我们还是用游戏来决定 谁拿的多 谁拿的少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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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练得都很辛苦啊 我来宣布一下 我们用这个游戏来决定 谁发的多 谁发的少 好了 我们最爱用到的游戏就是 萝卜蹲 不是剪刀石头剪 玩萝卜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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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卜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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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紫萝卜蹲 很好吧 你们蹲的都很不错 加油努力啊 谁要是赢了 青年的年终奖会很多的有 于是 我们所有人都玩着 萝卜蹲的游戏 老板 你什么时候 能长大呀 感谢新的网友 萝卜蹲 汉与汉子 分享你的经历投稿 在全家客户校的微信 官方上号 你的糗事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说到同心未敏 别的不说 我先来说我们家那口子 我老婆 我老婆呢 比我小几岁 但也只是小几岁而已 她也是二十多岁人了 是吧 但是在我身边感觉 她就是一个闺女 她不是我老婆 她是我女儿 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最受不了 她是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不分时候的 然后跟我撒娇 特别是上街买东西的时候 上个周末跟她去逛街 然后看到前面有个小朋友 拿棉花糖在这边吃 我老婆当时在看说 棉花糖 我以前我的把鼻就经常买棉花糖给我吃的 哎呀我要买 好好行行行 不要叫啊 要丢人啊 我给你买啊 买个棉花糖 然后来逛街 看着看着 看着一件羽绒服 羽绒服是哈喽KT的 啊 哈喽KT的羽绒服啊 好看哦 以前我的把鼻总是给我买什么漂亮的衣服呢 好好好 不要叫不要叫 我给你买啊 我给你买给你买啊 然后一咬牙一剁钱 两千多块 买吧 买了 然后过一会儿 看到有人在这边就是牵个小狗 说小狗要转手 要卖给别人 他想说啊 小泰迪好可爱哦 以前人家的把鼻都会给自己买小动物的 老婆你嗑了啊 你嗑了啊 你不要讲养小动物 想养小动物 我就来起 你们是不知道 哪天请你们到我们家做客 真事啊 我们家有一只小狗 一对鹦鹉 二十多只寄居蟹 一只白鸟 然后还有两只 跟B虎子长得差不多的 叫手工 还有一只紫色的龙虾 还有我 是吧 我这个怪怪 真的 你到我们家去跟参观动物园没什么区别 我都可以卖票了 真的 我说老婆跟你讲 这次这个小狗 我确定不会再给你买了 啊 以前人家把鼻就会给人家买小动物啊 行行行 你狠你狠 最后还是给他买了 就当提前送你生日礼物 行了吧 又逛了一会儿 我看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 我也只想要一部 iPhone 5s的土豪金 对吧 但是又舍不得买 老婆又不让我买 但是一看 哎 这个商场有充话费送手机 苹果5s的活动 我赶紧去跟老婆申请 老婆我想 呗 老婆我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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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 老婆我已经给你买个 买个也不行 我心想说 好像这道不管用嘛 我不行 我得学他 一撒娇是不理解管用了 哈 以前人家把兵马迷 听到又要买手机 然后我老婆回来一句话 没把我气死啊 你把兵马迷买 然后回家找你爸妈九头 所以我跟你讲 女人 有时候这个可爱天真 她都是装出来的 你知道吗 先不说我老婆了 我们来缓一缓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这个网友 给我们发来的求事 来请看 我们的老板非常严肃 有一天跟我们说 要加息 前提是 必须回答正确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哈喽 哈喽 我知道了 答案那就是 哈喽 怎么会是哈喽呢 这也太简单了吧 下一个 我的问题是 哈喽 那答案应该是 你好 什么你好 你脑子长哪儿去了 戴着个帽子不透气是吧 把帽子扔掉 好好透透气吧 好了到你了 我的问题是 哈喽 那太简单了 我非常的聪明 那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 法语的你好 好听吗老板 什么法语的你好 你真的是笨子 气死我了 到你了 我的问题是 哈喽 哈喽 Kitty 没错 就是 哈喽 Kitty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 我们公司有你这么聪明的员工 这是我的福气啊 不要给你加薪 加双倍的薪 三倍的薪 这是什么老板 全家多狗小 好 感谢网友 厨师当模特 分享你的心理投稿 这是全家多狗小的微信 方方照号 你的首事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说到这同心未敏啊 不光是我们这些成年人 年轻人 老年人 如果同心未敏 泛滥起来啊 那更是让你哭笑不得 不是有一句老话叫什么 越老越小 老小孩 老小孩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是吧 那就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小剑 他们家呀 四世同堂 小剑的爷爷依然健在 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而小剑的爸爸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 爷俩住一块 虽然说小剑爸爸六十多了 但是在他爷爷面前 他还是跟孩子一样 是吧 老爷子有事没事就把小剑的爸爸 喊过来一顿熟络 你早饭吃没吃啊 跟你讲过多少次了 不吃老板的身体不好 天气凉了就要把眉毛骨抬上 小心老了腿疼 晚上早点回家吃吧 不要忘了时间 你们想想一下啊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 在数落自己的儿子 而这个儿子呢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低头就像小孩一样 做做事一样 爸爸我知道了 好爸爸我知道了 是吧 这个样子就很好玩 前段时间小剑的爸爸下午打灌蛋 打开心了 晚上八点多才到家 一进家门 小剑的爷爷立马就发脾气了 把小剑他爸就拉到墙角 来 你干啥不好吃啊 你过来过来 给我咋好 你喝了不想再回家了 你也想大人会担心啊 晚上你不要吃饭了 你在那边站着 然后小剑当时就在旁边 知道吧 小剑看到自己的爸爸背 爷爷训的那个样子 心里也愣吼 我说爸爸你还有今天啊 爸爸你在这边忙活的嘛 就看小剑他爸反省一个嘴巴子 屁啊就生下子 小胖子 我管不了我老子 我管不了你了 我都管不了了 哎呀 干不啥 啊 笑话老子 就在这个时候 小剑的爷爷看到以后 过来以后又 给他爸一个嘴巴子 大剑子干不啥 啊 我管不了你了 你再咚咚咚咚咚 这儿子爸爸 然后孙子三个人 搞得跟食物恋一样 一物相一物啊 哎呀 太好玩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什么叫同心未明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生活状态啊 不管你的年龄 到了多少岁数 保持一个同心 一颗轻松的心 你才会获得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好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爆笑情景喜剧 老梁热心肠 这啥呀这家 钱 人民币啊 这家 这里边是钱 怎么来 买水瓶送人民币 爸 你这奶奶做的可好 梁大爷 只要你把这个钱给我 我爸只要一看到这 快红彤彤的票子 那个病马上就好了